我是个直男却被手机插入 医生看了看这张骄傲的X光片 然后对我露出了睿智的表情 我瞄懂了他的为难 但接下来我还有场考试 考场明确规定不能带任何电子设备入场 兼考老师看到我的绝带风华喉咙了一分11秒 看在医院开的证明份上让我进了考场 我最好的哥们一到考试就作例难案 注定成不了国家栋梁 而事实上我和他一个鸟样 但这时我脑袋上的手机毫无争兆突然开机 激紧的我忍住被差点闪下的狗眼慌忙低头 摆出埋头苦干的模样 然后我发现大脑自动对手机进行了控制 竟开始随着我的潜意识复制题目 粘贴到浏览器搜索框 顿时我惊呆了 同时后悔没有早两年被手机干上一下 那样我此刻就应该在卫明湖畔因事作对 可接下来我却因被动作弊付出了代价 这破手机运算的考试题竟然开始发热 我也因此历史上第一个享受了脑袋被制考 我干掉了整整一瓶矿泉水 一样第一个娇卷离场 就在我回家给自己疯狂降温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窍门声 一个温柔的声音说我点的外卖到了 我睿智地想到自己并没有点外卖 因此我不敢开门 更巧的是刚才论坛里 还有人私信我可能已经被盯上 而我只不过是就我的症状发了个帖子 想寻求帮助 神秘人告诉我赶快删帖 我的IP地址已经暴露了 还让我想活命就马上给他联系 就在我给他普及科学知识 让他淡定点时 他对我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怎么确定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于是我加了他的通讯账号 却发现他竟然是个卖口红的臭微商 突然我家位于八楼的窗户被人敲嘴 一个英俊且敬业的外卖员从窗户里钻出 还温柔地问我 客户 你为什么不拿外卖 这个外卖员不正经 他边送外卖边挑选猎物 他的猎物全都是单身纯情小宅男 纯情小胖已经很小心了 还是被他一拳烘飞 然后外卖员像个变态一样打开手机灯 温柔地问小胖 你得鹰子哪儿去了 此时加上我 外卖员已经抓了三个怪人 我头上长手机 小胖没有影子 还有一个少女长个熊猫头 她说自己只是勤工俭学了一下下 结果熊猫头套就长在脑袋上了 这时熊猫妹突然问我脑袋上的手机可以报警吗 我怎么没想到 然后我试了是果然行得通 但第一次报警的我却已无论此 关键时刻还得是熊猫妹 她用最简短的话描述了周边环境 和我们被绑架的事实 但她的呼喊却引来了外卖员 我被她一手按向台阶 力道之猛竟使我的手机断裂 不过好在我已经将定位信息发给警方 想不到你还能保经 我叫你保经 我叫你保经 我爹都没这么打过我 我彻底怒了 我要和这混蛋拼了 奇怪的是那个棒子竟然也进入了我的脑袋 但下一刻从我身体里划出 我听到了鸡蛋壳碎裂的声音 这老小子一定不好受 但这弥补不了实力上的硬插局 接下来我就被单方面碾压 然后外卖员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你们几个都是这个世界的漏洞 都不该存在 然后他抓起我朝着墙上撞去 但结果令我们俩都很意外 如果我没猜错 我应该是穿过了墙体 外卖员又问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 难道你是错数 我根本听不懂这个神经病在说什么 此刻我脑中一片空白 我试着让脑袋重新回到天台 然后竟不可思议的成功了 而外卖员的胳膊却被卡在外面 于是到了我的复仇时刻 但是棒子被他一手抓住 然后我竟被他拽往身前 接着我被他死死扣住脖子 肖肖念及不炫后 炫别人打假 你不是会传枪吗 你继续传呀 承受着巨大痛苦我才发现 我的能力好像只能穿过非生命体 危急时刻熊猫妹上前 使劲掰外卖员的手臂 而胖子想上前时 却被身后的锁链扮倒 好在他抓到了我的脚 在我们撒齐心血力下 我终于脱了捆 这是一个优美的背影出现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领导模样的墨镜男 通过他的介绍 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臭微商 如果当时我听了他的话 今天可能也不会挨这顿打 但他的业务能力还有待提高 因为胖子和熊猫妹也是因为觉得他像骗子 才导致被抓 这时外卖员竟然开始和微商讨价还价 他说行情价一个人十万 但是因为我有成为措手的前置 所以我值二十万 而微商姐却没打算付钱 外卖员反问你们赶坏了规矩 此刻我对微商姐好感全无 我们进成了他们买卖的商品 而且听起来他们还形成了一个产业 微商姐一拳轰到墙上 墙面尽碎裂开来 算是给了外卖员一个下满威 然后微商姐对我们说 我们都是换了bug症的人 顾名思义我们就像游戏里的bug 而我们的bug针对的却是现实世界 现实中的医生治不了我们的病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跟他走 这时楼下传来了警笛声 然后墨镜男敦在外卖员前对他说 你准备好了吗 杨国大侠 杨国大侠失税 与此同时警察破门而入 墨镜男对蒙逼的外卖员介绍道 杨国嘛就是独臂大侠的意思 紧接着墨镜男换化出蓝色网络 一瞬间整个房间被覆盖 我被震惊的像吃了根桌子团 下一刻蓝光一阵闪烁 我们刚刚所在的房间突然间就空无一人 更离谱的是墙壁静如镜面一样光滑 而留在现场的 只有墙外扁杨国大侠的一只手臂 这个男人把胳膊长在了墙里 即便如此他还身残之间的绑架了三个青年 就算面对找上门的警察 他也能别出心裁的套包 只见一瞬间屋内空无一人 墙外只剩男人孤独的手臂 现场警方的内心是凌乱的 因为断臂的切面和墙壁一样整齐光滑 此刻男人望着自己平滑的断臂一阵惊讶 其实带众人逃过包围的是墨镜男星哥 他在关键时刻动用了神奇的音乐 星哥走过来对男人说是我救了你 以你的案底被抓就永远出不来了 这可以抵得上你那四十万吗 男人听完不说话默默离开 他们说的四十万是我们的价钱 我们是被称为世界漏洞的Bug症患者 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违反着物理规律 头上长熊猫头的少女值十万 没有影子的小胖值十万 而我的身体能穿过物体 具备成为措手的前置所以值二十万 星哥告诉我们Bug症会传染 不能再和正常人接触 所以要带我们去隔离 我说我不去 因为我并不信任眼前的两人 特别是眼前这个铁拳女金刚 你看我果然没说错 这个女人就是个暴力的星星怪 此时星哥深思了片刻 然后告诉我如果能成为措手 就可以不被隔离 原来措手也是Bug症患者 需要通过考核后用Bug的能力 帮这个世界清除错误 也可以理解为正事工 我当机立断接受挑战 而星哥却把我这个新人 安排给了女星星 可我未来的上司对我一阵嫌弃 于是我当然不让针锋相对 但星哥却说就这么决定了 我看你们俩脾气挺合 就在要送星哥出门时 小胖却中二地说 自己也想挑战错手 要为了世界和平而奋斗 我乐之王星哥说 小胖你的决心打动了我 然后他带着熊猫 没用意能离开 女星星宫签地送走了领导星哥 下一刻突然回首 掏插点把我的枪打出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的上司 以后要尊敬的行我 微微姐 他是个活人脑门上 却被贴个正轨服 每天还要被罚扫地一百遍 天天在门外狗窝里 吃喝拉撒水 和他相依为命的是院子里的羊駝 我还见过他精神 时常对着空气问好寒暄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原因 他一定是得罪了我的恶毒女上司 我拍着胸口告诉他 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 还深情拥抱着安慰他 而突然间我的肩膀竟然抽筋了 恶毒女上司骂我蠢货 说这个叫阿清的人身上 有霉运可以影响他人 他的霉运必须靠符咒才能镇压 谁知阿清也是叛逆青年 一上车就把符咒撕下 然后将手机递给我和小胖 这是我和小胖第一次外出做任务 任务竟然是要去砍一棵树 这种任务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之上 但手机里两棵树的照片竟如此相像 将两张照片叠在一起后 他们竟然完全重合 而且我还见到了 不可能存在的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阿清告诉我们bug 政客不仅仅只有人类能得 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可能成为bug 这棵bug树位于一个居民区 我和小胖乔装打扮要去办了它 刚出发却听见阿清喊我们先回来 他说我们背上有尘土 这样做任务不吉利 然后他善良地帮我们拍打了一番 但给我的感觉阿清的手指好像有点细 于是我们再次整装出发 路上我和小胖不断说着 阿清真是个好心人 我们隐藏好身心 尽量压低巨数的声音 目前为止一切尽在我这个天才的掌握中 可谁知我们竟被发现了 来追我们的保安竟然还会武功 他们边追边揍我们 还喊着你们好嚣张 还敢用荧光笔写出来自己是小偷 警局里经验丰富的老警官 问我们是不是被人指使 还说为了你们的前途最好说实话 我当机回答是的 有人指使我们 那个人住在山林里 他叫光头墙 老警官有点懵 他问光头墙是那个人的外号吗 我一失欲色 于是我开始唱起光头墙的主题曲 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尴尬 如果我把女猩猩招出来 委屈她一定会对我一顿毒打 而我还不知道此刻 女猩猩正坐在阿清车里监听我们 她已经快笑得不行了 还有阿清这个贱人 在女猩猩面前又把服贴到了脑门上 对不起了胖子 只能委屈你跟我在这里蹲一晚上了 我是睡 是我弯了收集 还是收集弯了我 只是躺在床上看看妹子 需要给我来这么别致的造型 这个女人告诉我 我得的不是正常的病 而是罕见的bug证 我就想影响现实世界的bug 因为我的身体竟能穿过物体 于是我跟另外一个没有影子的胖子 开始为这个恶毒的女人打工 恶毒的女人 让她脑门上贴服的狗马仔 昨天设计摆了我们一道 害我和小胖在警局蹲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恶毒女人却开心地说 恭喜你们通过了中程测试 我在车后做一句话都不想说 如果不是害怕被这女人走 昨天晚上在警局 我就直接把她卖出来了 恶毒女人不让我们休息 带着我们就来执行第二次任务 这次我们来到成交的快速路上 有个视频博主说 这里失踪了一辆轿车和司机 我们瞅来瞅去也瞅不出来啥 恶毒女上司说你们不要乱动 然后她发动自己的能力 只见她指尖出现红色的蝴蝶 然后蝴蝶飞出不远 在我们前方停下 女上司说这里果然有个棒 我惊讶地问难道你的蝴蝶能探出棒 女上司更惊讶地问我 你竟然能看到我的蝴蝶 此时我还不知如果能看到对方异能 就证明两个人是老天安排的一段 不过也多亏我不知道 要不然我也不能勇敢地朝着Bug走去 女上司一把拉住我 而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好的摆油马路竟变成了沼泽 更让我奇怪的是 这次恶毒上司竟没有骂我穿过 然后扶咒狗腿阿庆取了些绳子过来 女上司让我绑着绳子下去看看 只因为我是可以穿过物体的穿摩者 所以只有我可以穿过Bug 而且绳子是防Bug的 不会断 如果看见消失的司机还活着 就让我把他带上来 于是我悲壮地出发了 而此时诚实地另一脚 一个盖溜子正在溜达 突然他看见路灯下有钞票 于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就蹲下来捡 而就在此刻他身旁一辆面包车车门猛地打开 一秒钟他就被一个猛男制服 而这个长发猛男竟然是当初绑了我的那个外卖员 马马和老师没有脚管你 路边的钱不能乱捡嘛 轿车正在一点点被地面吃掉 司机发现车门怎么都打不开 而等我前来研究时 地面已经恢复如初 但我知道这里是这个世界的包 他们为我系上防板的绳索 然后我开始穿过地面去救人 我隶属于一个神秘的组织 我们负责解决一切违反物理规律的包 穿过地面后我面前是一片虚无 抬头望去头顶竟是透明的 这种景象像极了游戏建模之外的场景 我把情况汇报给上司 他问我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虚拟的 该怎么办 此刻我哪里有闲心思考哲学 目光所及之处我还没有找到轿车 而女上司继续自顾自说着 世界如果是虚拟的就会有参数 那么世间一切都能被修改属性 而我们组织里就疑似有修改了属性的人 因为某些人好像从来不会变老 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 吩咐我专心寻找落难者 而专注在搜索上的我 并未去细品他给我透露这些有什么用意 那辆车终于被我给找到了 他还在继续下降 只是速度十分缓慢 而司机在驾驶舱里双目紧闭 我用自己的穿模技能将手摊进去 还有鼻息 他还活着 可这时汽车好像触碰到了这里的边界 随着他缓缓下沉 接触到边界的部分正在崩坏 我慌忙进入车内 好不容易解开安全带 电话里上司察觉到一样大喊着让我赶紧上来 先保住自己 而我不忍心见死不救 然后我发现这哥们的车门是坏的 更诡异的是我竟突然失去了穿模能力 从里面无法打开 地面上的同事已经开始强行拽起了绳子 但却发现绳子被地面卡住了 女上司惊恐地说 完了 封膜了 而我也随着汽车继续往下跌落 这该死的车门 我不会就这样被分解掉吧 好硬的车窗 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竟然还活着 这该死的车门竟也神奇地恢复了正常 而等我一回头 却看见个巨大的鼻孔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颗巨大的头 又是个什么 这颗巨大的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吓得我一脚踩到一个人头 我赶紧把脚挪开 却看见他穿着漫联球衣 我将他翻过身 却发现他竟没有五官 我顿时觉得此地无比诡异 当我环顾四周 又发现远处躺的超人 再一转头 我却发现了好东西 地上一打打的美刀堆成了小山 小山顶上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印钞机 我赶紧抓起几大钞票 装进口袋 而这时我好像听到了 那个巨大脑袋传来几声呼吸 于是我慌忙离开这里 但却在不远处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熊猫妹 她不是被新歌带去隔离了吗 终于我把熊猫妹弄醒 她激动地夺走了我一个宅男的初暴 她浑身颤抖地哭了起来 他们把我丢在了这里 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再也出不去了 好不容易把熊猫妹的情绪稳定下来 她告诉我新歌口中的隔离是骗人的 他们会把所有bug症患者和物品都丢到这里 这里是销毁之地 只有将bug销毁才能尽量减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我突然灵光一线 我问熊猫妹你觉得这里像不像个回收站 她呆萌地看着我不知所云 我把我完整的猜想说给她听 我觉得如果把现实世界比作操作系统 这里就是电脑里的那个回收站 只不过这个回收站已经长时间无人清理 然后电脑卡顿酸力不足 现实世界才出现了那么多bug 如果我们想从这里出去 就要想办法找到清理程序 把这里清理干净 说到这里我和熊猫妹不约而同 想到那个巨大头像 于是我和熊猫妹来到头像这里准备尝试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手放上去 然后从我手里一道光开始蔓延 紧接着整个头像开始发光 我知道了 我前几天见过这个光 应该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摸出来的 但运动员被光销毁了 而只有你可以穿魔 所以命中注定该由你来开启这道光 与此同时 头像前方出现了红色箭头 它们一个接一个出现 指向一个遥远的地方 见此轻心熊猫妹激动地在我身上拿到double pill 而此时现实世界中 微微姐她们又找到了一处棒 这里竟然有一群人 她们脖子上套着锁链 彼此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微微姐立刻判断出有人在养棒 组织回收棒的价钱是一个十万 这样大规模的棒价钱还要上涨 但组织外的人没人知道棒会传染 除非有人刻意将这个秘密放出 微微姐说 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次的那个外卖员 因为我亲耳听到上次新歌告诉过 外卖员会传染的秘密 那么新歌到底有什么目的 奋战医生的超人竟死在垃圾堆里 连蝙蝠侠都没来看过她 这里是处理bub的垃圾场 所谓的超级英雄也只不过是违反物理规律的棒 还有一些物品也会变成棒 比如这台永远不停图钞票的印钞机 还有可以穿过任何物品的我 和这个长着熊猫头的小姐姐 此刻我和熊猫妹得设法从这里逃出去 巨大脑袋吐出了红色的箭头 箭头直直远方 如果我的设想是对的 当我们重启了这里的清理程序 瞬间垃圾场里所有bug都可能会消失 或许整个现实世界的bug也会消失 熊猫妹问我背着的是不是我的朋友 我告诉她要不是因为就这个昏迷的四季 我也不会掉落到这个垃圾场 然后熊猫妹被我感动到了 竟然问我还缺不缺女朋友 我看着她熊猫大脑袋说 缺 我缺个人类女朋友 熊猫妹有点不服 我没变成熊猫前 还入围过笑话评选呢 最终我们看见一个树枝朝下的箭头 我扒开地面的垃圾 竟发现一个洞口 钻入洞口后我们来到一个奇异的空间 有一个开关 还有一个长着狗头的男人 而这男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我试着去拉动开关 却发现我的手直接穿过了开关 有可能开关被动触发了我的穿没能力 于是我让熊猫妹试一试 没想到她也穿过了开关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开关本身就具有穿没吧 熊猫妹此时突然感觉一阵寒冷 原来这里的生物会被定时随即挑选 进行销毁 我可不能让熊猫妹死掉 因为寒冷她趴进我的怀中 我也感受到她生命正在消失 于是悲从心中来 突然我想到我还带着防伴的绳子 我将熊猫妹扶好 简单给她打击 坚持住 剩下的交给我 还有刚才是真的没想起来 不是在白嫖拥抱 我将绳子扔到开关上 奋力往下一拉 刹时间房间变成红色网格 扁出巨型人形头像开始颤抖 渐渐地她钻出地面 然后几乎一瞬间就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顿时有种被神明俯视的感觉 等我回头一看 刚才那个狗头人已经不见 看来这里的bug已经被清空了 巨大的人像威严地看着我 然后他慢慢向我逼近 突然我眼前红光一闪 看到了他对我传递的信息 机械故障 管理员七十二十钟 可这管理员七十二是什么鬼 然后他给我一个选择面板 是否寻找管理员 同时还出现了五秒倒计时 而倒计时开始计时的同时 整个空间都变得不稳定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整个程序 好像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根本就没有可以思考的时间 这样下去如果爆炸了怎么办 于是我不再犹豫 我选试 我去 我去找那什么鬼管理员 然后一片红光闪过 我竟直接出现在了阿清的轿车旁 而这时车里只有胖子一个人 这栋楼房还没完工 却长出了一只胳膊 而且胳膊另一端无血无骨光滑如尽 胳膊的主人杨国大侠 每天不是在绑人 就是在绑人的路上 当你捡起路边的钞票 以为发了才是 他就会跳出来 把你带走教育 路不实意有多可贵 而与此同时 他的老巢却被人找到 这群被绑到这里的财迷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如此大规模的融魔棒 威威杰也是第一次见 杨国大侠带着今天的战利品推开门 威威杰已经埋伏在门后 而杨国大侠仅仅是瞥了一眼 其他猎物的表情 心中就已然明了 然后他用独臂猛的朝门砸去 大力金刚威威杰也不甘示弱 于是两人之间大战一触即发 而此时门外战斗更加精彩 摔轨阿清将手搭在其余两名绑匪肩上 就装起了室外高人 你们已经败了 还不速速救骑 两人以为阿清是警察就立马跪地求饶 并把所有罪行都推到杨国大侠身上 但阿清却告诉他们自己并不是警察 于是两人暴怒而起准备给他点Color CC 结果一个人脚意外 躺在地上痛不欲生 另一个人骂了巨猪队友就要冲上前 结果走廊应急灯看他不爽直接削他 然后他就进入甜美梦乡 高人总是淡然且取高喝寡的 如等中了无知霉运加深之术 此刻本高人见如等惨壮 无心渗透 而此时屋里薇薇姐正在发威 他可是能一拳打碎墙壁的存在 杨国大侠被揍得好生狼狈 但他却还在嘴 你这样揍我是不对的 我并未未规 你们阻止的手字里 没有一条规定不能认为制造bug 关于这点你可以让行格赖菜卷 薇薇姐一时欲色 杨国大侠说的对 曾经他也问过新歌为什么不将禁止人为制造bug 写入手则 新歌说如果将这条规定写进 那就等于告诉心怀鬼胎的人bug 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但那天新歌分明心口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杨国大侠 而这个秘密就是bug会传染 所以此地就是利用传染性在制造bug 薇薇姐再次看向这群无辜人的惨状 正义人使得她无视规定再次出手 而这一拳却打进了杨国大侠身体里 并且再也抽不出来 原来你也是戎母吧 这个英俊大叔的身体里竟长出个时尚小太妹 小太妹心生恐惧只想挣脱 只因眼前的大叔是个温柔的艺术家 这群长在一起的青年都是她的成名之作 而即使发动女人拆快递的蛮力她也未能如愿 这时脑门上贴着符纸的摔仔阿清走了进来 既然是荣木bug 那么就不能接触那个混蛋的身体 她认真的样子就像一道希望的光 枪声过后女魔头感觉有点疼 她回头温柔地对阿清说我真是谢谢你啊 而因为男人刚才用力夺子弹 微微姐此刻半边脸已经溶进了男人身体 一向镇定的阿清完全不受刚才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就不给你留一言的时间了 男人音声倒地 可微微姐的身体还是不能挣脱 按道理来说男人死后 荣木bug会消失的呀 下一刻男人双眼睁开 一手向着阿清抓来 原来子弹竟也被男人用荣木bug化解了 伤又伤不了 打又打不过 最终阿清和微微姐被带到室外任人宰割 但别忘了还有一个能拯救世界的我 我将熊猫妹和司机交给小胖照顾 寻着小胖给的位置走上英雄之旅 而这时那个男人正在小坑旁边挖土 他手里有铁锹 那我就当板砖大侠 好在我及时发动穿模bug 铁锹从我脑袋里划过 但我的手和板砖却长在男人脑袋里拔不出来 然后他将板砖从他身体抽离出来 臭小子 错手和普通霸格症的区别 就是对bug的空之力 你穴到了吗 你穴到了吗 我怒了 眼前这个人为了私欲祸害事件 简直就是这个世界的垃圾 而这时我的脑中突然一片空白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一刻之后 世间几乎所有的bug都消失了 被融在一起的人们分离了身体 熊猫妹的头套也顺利摘了下来 而我却因为昏迷 没有第一时间欣赏到她笑花级的颜值 地上突然长出一个巨大女神要说我做小弟 于是我遇到危险时她霸气出现帮我解决了一切 可遇见女神的事也给我造成了麻烦 比如眼前出现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这个叫星哥的人一正一歇 每次见到她都没有好事 果然她将我拦下说有事要问我 她直奔主题问我是不是见到了蒂姆 我想都没想就问你们管那个女巨人叫做蒂姆 然后星哥不依不饶问我见没见过72滴沙 这是我才意识到刚才我好像暴露了见过蒂姆的秘密 当时蒂姆给我的任务就是寻找管理员72 我立刻表示自己不知道 但她的表情好像已经猜到了一切 于是我转过头自我安慰 她一点都不睿智指定猜不到 然后我问她准备把熊猫妹怎么办 毕竟当初就是眼前的家伙把她扔到销毁之地的 星哥云淡风轻地说已经把她放走了 我试探地问你不怕她把组织的秘密说出去吗 星哥问我如果有人跟你说她是外星人你会信吗 她好睿智啊 我怎么没想到 然后星哥说我以后就是第330名准措手 并且经过几天审核就会转正 过了几天我和胖子收到两个包裹 微微姐说这是组织奖励我们的手机 只见打开包裹后胖子手中的是iPhone最新款 而我打开包裹去发现 微微姐这搞错了吧 老人机啊这是 微微姐说这是专门为你定制的手机 然后她把手机拆掉直接拿出里面的芯片 恭喜你成为措手 这个就是措手的黑科技 她把我脑袋里就手机零件取出 然后把新的芯片装入 我好像变得更英俊了 然后脑中芯片开始开机 我去 这比我顶开台时机还快 更重要的是竟然完全不发热 这时星哥突然出现 带给我们两个消息 一个是要带我去总部登记 并要让我见识一下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命运 第二个是我上次被定义救了之后 世间大多数bug就此消失 胖子没有影子的bug也被修复 没有bug就不能成为措手 所以她要离开组织了 但是为什么我的bug还在 我还能穿模啊 微微姐说 措手的bug本来就跟平常bug正不一样 不会消失 最重要的是传染性低 这也是为什么措手能在人间行走的原因 这个石碑雕刻着两位创始之神 他们一手持归一手持举 将这个世界画了出来 听星哥这么介绍我顿时秒动 那他们就是女娲和福西了 但他们中间的太极图表示什么 那个表示混沌 混沌即是中间态 阴阳和混沌构成了这个世界 而阴阳是结果 但混沌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顿时我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用了 啥 啥意思 星哥抛出一枚硬币 如果你想观测我手中硬币的状态 结果只能呈现正反中的一种 所以这个世界凡是能被我们观测到的 都是阴阳里的一种 而在无人观测之时 它结果未明 则为混沌态 那不就是薛定恶的猫吗 那只猫可比中国的先贤智慧要晚太多了 而西方学说中宇宙的起点和大爆炸理论 则和盘古开天的传说不谋而合 先有盘古开天地 再有女娲福西绘制设计宇宙规律 那又是谁创造了盘古 那就是常 说着我和新歌走进一个大殿 尝试个程序员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我在地下世界看到的很多设定 都像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 新歌说谁又能说得准呢 真实和虚幻不就是阴和阳吗 你敢肯定现实世界里就不会出现罢格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或许混沌态才是最真实的 如果想求证 你得自己去寻找答案 然后根据新歌的提示 我将手放在平台上 紧接着滴的一声 权限架在中 然后我脑中出现了常识会的字样 新歌继续介绍 我们的组织叫常识会 抑郁着我们市场的士组 组织成员虚无条件执行常的意志 组织中信息层层向下传达 而最高权限者 直接寿命于常 我终于注册成了措手 回到微微姐家后 我查看了我的权限 结果除了一个商店 其他均不可用 而我点开商店后 发现这里可以买的东西有点多 甚至还可以自主选择工作职位 微微姐劝我慎重 他说虽然选了里边的职位 就可以不用上班领到薪水 但如果选的公司倒闭了 还得花10个积分重新找 而我的积分仅仅有可怜的46 于是为了稳定一点 我委屈地选了个年薪60万的工作 然后微微姐提醒我看一下扣分准则 如果积分到了负10分 该措手就会被组织强行销毁 于是我只得好好研究规定 这啥呀这是 千万别小看一个头套妹 当熊猫妹摘下头套 我竟感觉地面突然有点不平 差点站不稳 这是熊猫妹第一次约我出来 美中不足的是 我的大怨种哥们非要跟我一起前来 他敏锐地觉察到 我今天可能约了妹子 突然我的怨种哥们小脸通红 看向地面 顺着他的目光 我看到熊猫妹脚下竟有一滩水 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擦 这个大汉皮 你给我老实点 我自己都羡慕自己在游乐场里 有美人相伴 但我忽略了胖子和怨种的感受 终于大怨种忍不住开始食药饿子 他对我喊王大川你女朋友 喊你早点回家吃饭 我去 我没女朋友 他捣乱嘛 熊猫妹说他是女朋友 应该不会瞎说吧 混蛋 快帮我澄清冤情 一个星期早餐不还假 贱人 成交 妹妹 大川准备把那女孩甩了 专心跟你好 而熊猫妹笑了 我相信大川的人品 熊猫妹 但突然一瞬间 我看到熊猫妹脸庞模糊了一下 然后我周围的场景 同时模糊了一下 游乐场里的过山车 突然发生故障 整个游乐场一片惨壮 而我还不知道 刚才城市里各处 同样出现了一遍 好像又出现bug了 晚上微微解说 白天的情况是锯齿 锯齿使得人类的精密器械 失去了精度 那些本来精密结合的部件 就会崩离 所以几乎所有人类工业品 都会被波及破坏 而上次我唤醒蒂姆 清理了几乎所有bug 但是我还没有完成蒂姆 交给我的任务 所以这一个月蒂姆 仍处于故障状态 于是bug又出现了 没一会儿 星哥开车接我们去处理bug 并提醒这次bug为假计 目前已导致一个 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直接爆发 并很有可能再次爆发蔓延 需要我们火速处理 寻找bug的源头 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微微解的蝴蝶 我们一路追随蝴蝶 在第二天来到另一个城市 只见这里已经惨不忍睹了 我突然看到几只蝴蝶管路外 就提醒是不是要跟上那几只蝴蝶 而星哥却回头问我 你们看到他的蝴蝶 气氛有点诡异 我不敢回答 微微解同样眉头紧锁沉默不已 但星哥还是耿直地往下说 这种bug一般只有主人能看到 如果你能看到 说明你俩的bug有共性 啥 啥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天生很适合做恋人 顿时我小脸一红 而微微解已经受不了了 他红着脸大喊 够了星哥 抓紧时间干正事吧 我是个机器人 却强烈地想要罢工 我日复一日地套着袜子 我已经套了365,874双袜子 可这些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能告诉我这种重复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思考 是时候了结自己了 我经历了什么 我怎么会是机器人 还好原来是个梦 可接下来我又秒睡如梦 这次我是刚才撞墙机器人的工友 三号机器人 为了搞清楚四号机器人的故障 人类甚至让工厂停工 我的工友被安排一个个单独问许 很快就到了我 可我明白人类想搞清楚的 根本不是机器人的故障 我面前有个传话的机器人 而人类依旧高高在上 请问四号机器人是你的朋友吗 他当然是我的朋友 他甚至会抽空帮我完成繁杂的工作 而人类只会冷漠地服侍我们 我十分清楚该怎么回答 对不起 我的词库里没有朋友这个词组 四号的死 让你有什么不是吗 你会觉得工作无聊吗 因为我脸上没有表情组件 所以我撒着黄 把这些该死的问题一化解 经检查三号机器人没有任何故障 请三号机器人即刻返回工作岗位 为什么我会想起那个奇怪的梦 难道是有什么预示 我是一个专门解决离奇事件的神秘组织成员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奇怪的大厦 它变成了低像素的锯齿状 随着它清晰度下降的情况向周边传染 目前这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已经直接报废 星哥走进它的范围 然后它变成了马赛克 而手机也变成了一堆马赛克废铁 星哥说它已经通知总部 准备动用导弹将这座大楼摧毁 但这栋大楼所属的公司网络系统异常坚固 一栋通讯信号被锯齿阻隔后 就连组织出手也黑不进去他们的网络 所以为了通知大楼里的人群疏散 我们才亲自带来 可星哥说如今看来还是直接将大楼摧毁最为稳图 那可是无数条生命 威威姐奋力争取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于是我们朝着马赛克出发了 她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半个小时内我们出不来的话 导弹就会把这座大楼送给我们做目的 奇怪的是大厦内部却没有马赛克 一切都很正常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接待机器人 跟她对话的体验就像打银行客服电话 威威姐说人工 人工 你去通知他们我是来炸楼的 赶紧来个活人 机器人依旧微笑着说 请问是要为您提前预约哪位职员 我赶紧插话说帮我预约王小明 正在向王小明发送通知 还好我蒙对了 还真有个叫王小明的人 然后就来了个呆瓜程序员 威威姐对她握手说自己是某个部门的 要见他们领导 为了演得更像一点 这是我正见 我都没看清她怎么把驾驶正装回口袋了 不过这个傻程序员应该会相信吧 她说好了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突然间程序员开始加速 站住 你这个小马弄 不动 一个坡电梯还需要面部识别 而等电梯再次打开 迎接我们的又是一个小可爱 危险分子 速速离开 定竟一看一大群小矮子已经围了上来 而这时离我们刚进大厦已经过去了17分钟 这些机器人就是一群臭波夫 他们叽叽喳喳跟在我们身后骂了一路 而我懒得跟这群智障解释 哥来这里是为了拯救世界 这栋大楼得了一种叫做锯齿的病 十几分钟后就要被一颗导弹消满 只因锯齿具有强烈传染性 整座城市都因大楼的锯齿而暴毁 但离奇的是大楼内部却一切正常 所以这里的加班狗和程序员还不知道自己马上要隔屁 当我们来到这里 迎接本英雄的却是这个沟通不了的臭智障 于是我们只好应付 但他们骂人技术一流且意志坚定 电梯是做不成了 只有步梯才能阻挡这群小短腿的脚脑 天哪 世界终于安静了 当我们爬到五楼却发现一道门 这是什么离谱公司 竟然在步梯间射门镜 是我展现主角光环的时候 我是具有穿模bug的穿模人 我能穿过一切物体 各位观众请看我表演 我的手正在缓缓穿过这道 但突然我的技能被阻隔了 我使出吃奶的劲儿再也穿不进去分毫 完了 装备失败 里边好像有一道防穿模的墙 这种情况着实诡异 微微姐说组织里的技术从未外流过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竟然能针对我们的能力 微微姐突然就严肃了起来 只见微微姐帅气回头 搞定 我顿时信心百倍 有这样的女暴徒我们还怕什么 这时我们身后的门突然关闭 不妙啊 弯门打狗的节奏啊 只见暗门里出现个黄色圆球 等他们走出竟然是巨大的机器人大手 而我却当场愣住 这种机器人在我的梦中出现过 在梦里我是三号机器人 人类好像发现了我们能思考的秘密 然后派这个大块头来到袜子车间 紧紧一个大块头 就把我所有的工友都拆成零件 我战战兢兢坐在工位上 装成一个真正的智掌 但她还是向我抡起了棍子 微微姐真的不是一般的强 她只能用肉体硬堂这些铁家伙的攻击 甚至直接把手臂插进机器人的胸膛 随意就拽出他们体内的垫来 我被震惊的像吃了根桌子头 女魔头平时揍我们是不是放水了 那当然 要不我们怎么会还活着 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微微姐是不是有两个bug 对的 一个是本命bug蝴蝶 一个是这会使用的铁骨 它的铁骨是靠赚取积分换 bug级别越高 对应的积分越高 而依照这次任务难度来说 如果我们能完成这次任务 那就直接封闪 没想到我作为一个机器人 却被机器人拆毁 而拆毁我的却是这个 没有脑子的大家伙 没错 我是机器人却有了自己的意识 人类恐惧我们 所以拍这个大机器人将我们无差别销毁 准确来说它最多能被称为机器 而有思想的我才配叫做机器人 但人类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 电视报道几大公司出品的机器人 已经全面取代所有产线工作岗位 忘好了说人类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 但事实上却夺走了基层工人的所有岗位 他们疯狂宣泄着不满 甚至冲进各种工厂 当然也光临了我的车间 但他们为眼前的景象惊待了 他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机器人要销毁机器人 而他们还是朝着大个子走去 这没脑子的大个子遵守着死板的程序设定 发现弹机身物体 你们不是攻击对象 请速速离开 非攻击对象 请速速离开 看到大块头不敢还手 人们突然有了勇气 他们齐心协力把大块头砸了个稀巴烂 好可惜我没有嘴 不然我就可以嘲笑他们 但我有眼睛 还能在临死前看到众生像 众生贪嗔 众生吃鱼 其实被毁的三号机器人 是我前几天的一个梦 但令我吃惊的是梦里的大块头 竟出现在了现实 而且他们还主动对人类发起了攻击 这个大厅里机器人实在太多了 更夸张的是暗门打开 他们又远出来一大批 微微姐下令冲出去 可我不会武功 但我的身体可以穿过任何物体 怎料机器人手中的棍子 竟然能放穿模 于是我被削了 我成了团队绊脚石 眼见就可以逃进另一个走廊 但这门却是假的 有人用投影逗我们玩 此刻摔载阿青开始发动梅运 它还是有一丝高人风范的 打完收工 一分钟后 他们会因梅运突发故障而死 但三分钟过去了 微微姐已经快累成了狗 大块头们却还在活蹦乱跳 他们竟几乎能防住所有异能 危机时刻摔载阿青帮微微姐挡下致命的机 女人 遇见困难不要哭 想想为你流血的男人们 但下一秒阿青说自己那出血就火速逃离了现场 而当微微姐抢到一根棍子 她就潜力激发再次变成战神 终于搞定了 微微姐问 你看时间了吗 距离导弹攻击还有多久 是导弹爆炸了吗 阿青说 我知道了 这栋大楼周边的锯齿将导弹销毁了 如此说来这大楼几乎是无敌的 这位世外高人首次出场 惊呆了两个JK小妹做护法 而她落难的徒弟已经变成了马赛克 当她伸出手 徒弟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新的手牌 师傅这是去哪里消费了 傻孩子碰见你师娘千万别说漏嘴 然后师傅向她介绍这次为她请的帮手 右护法一玉妹六号 左护法乖乖妹六十六号 需要解决的情况是大楼变成了马赛克 而就算发动了导弹袭击也未能摧毁大楼 大楼周边的马赛克直接将导弹分解提前爆炸 走进大厅接待机器人前来迎接 新歌一阵无语 心想自己的三个手下刚才进来怎么没有把这汗劈拆了 六十六号妹妹说 帅哥哥你的手下有你的意中人吧 而六号回头不到 达琳 发射导弹是假装大爷免亲吧 你明明知道导弹会被马赛克阻挡对吗达琳 新歌一脸干大事远处走来一个白衣老头 逼人像摇庆三尾残馆安门公司的一个肖祥母 说着他拿出一个吊拽 竟然是七十二地煞的标志 又唱是会的大任务在安门公司 不相见见骂 而这时苦逼打工三人组还在大厦里赶路 微微姐像头犀牛一样锤开挡在面前的每一道门 而这时楼梯间出现了一个人 竟然是先前被微微姐胖揍的小马梦 同时微微姐可以探知Bug的蝴蝶竟有了反应 他们朝着小马梦飞去 不对 是他身后 随着一声游戏 黑暗中竟走出一个小日子武士 高人阿清说 注意他的动作 他的bug是吊针 每等微微姐反应对方已经冲了上来 所谓的吊针棒 就是在行动中可以突然失去画面 见微微姐倒定 见人阿清竟对敌人投降 我投降 别伤害我 哑灭蝶 而此时的我还在昏迷中 那个诡异的梦如期而至 我正被当时带头冲进工厂的那个工人为凶 身后有一个声音喊道 老舅你又在修什么 昨晚在工厂捡的 当时他被大机器人砸碎了 说得好听 这可算盗窃哦 要想我替你保密 除非把你那辆三百码的摩托借我刷刷 我惊呆了 这张脸 不就是我自己吗 难道我梦中的一切 都是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吗 那么我所在的世界是虚拟的 难道我只是那个人的游戏角色 这时喇叭传来一阵轰鸣 强行把我从梦中拽醒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房间中 而我头顶前方有一个摄像头 望大船你好 欢迎来到安门慎闯公司 大爷大妈不跳广场舞 却天天堵在工厂门口 守着工厂大门死活都不让工人上班 老兔子我有心脏病 你们最好礼貌店 要不我躺到地上自己都不敢负自己 面对记者的采访 老爷子说如果让工人上班 整体税收就会减少四分之三 那么所有人领到的钱也会减少四分之三 在家趟热答答又些不好吗 趟拼嘴光荣 原来如今所有基层岗位都被智能机器人取代 他们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廉价的成本 其实这些工人不用上班 也能拿到比工资更高的补贴 但是人类总是很奇怪 他们害怕自己没有价值 而电视里的专家更是提醒 如今的人工智能有意识觉醒的前兆 这种苗头十分危险 人类享受人工智能红利的底线前提 是一定不能让AI进化成为强人工智能 AI的算力远超人类 如果他们觉醒了意识 再想让他们为人类工作 就会像让人类为星星工作一样荒诞 而最终人类像星星一样被困困 才是最可能发生的真实情况 而我 就是一个觉醒了意识的机器人 正式房门打开 走进来一个无比帅气的年轻人 他一开口竟然问我叫什么名字 这种口吻就像在和人类打招呼 对方真实意图我不知道 所以我选择装傻 他坐在一旁自言自语说难道还没修好吗 然后他就要把电流开打试试 我受不了了 停停停 调回去 我要烧段路了 他真诚帅气的眼神里充满疑问 我只好给他讲述我的经历 我是星星号机器人 研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更多工作 你要知道针对每一种工作都开发新的机器人很忙费 我们身上一共有三种算法 但三种算法一旦组合 我们就产生了既定程序之外的状态 比如说犹豫 因为我不知道刚才回答你是否会迎来危险 所以我犹豫了 并选择了沉默 危险源自人类已经发现我们决心了意识 并要把我们全部销毁 现在监控里有三个黑衣人正在上门 你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或者救我一命 帅气青年问你连上人家的监控就这么轻松 是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那你能否帮我通过考试 于是我把明天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全部说给了他 然后我继续将某步热火的具体钱去透给他 还有明天将要开奖的彩票号码 帅哥一把抱着我说 可不敢瞎说 彩票号码都是随机的 他一身正气将我抱起 机器人从此是我王大川的朋友 为了正义我帮定你了 于是我小事没到 黑衣人乘坐的电梯突然停下 这次的电梯故障起码能困住他们十分钟 而帅气的王大川带着我开始奔逃 但是他除了帅脑子好像不太灵光 没多久就被其余黑衣人盯上 其实这是我的梦 梦里我是那个机器人 但是梦里的王大川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如此帅气逼人的面孔 使我不得不怀疑梦里才是真实世界 当我再次醒来 我正面临着生死危机 我的四肢和脖子上都被装上了爆炸装置 他们将会在十分钟内随机爆炸 我的脖子和四肢上绑了五个炸弹 他们会不定时随机爆炸 再不变身超人我就要死了 如果只有一颗炸弹 我可以靠能力化解 但如今的场面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绿灯表示安全 一旦红灯亮起就会爆炸 我是能穿过所有物体的穿模人 我必须在一瞬间将相应的身体部位穿过炸弹 但我的视线无法看到双脚上的指示灯 同时视线外脖子上的炸弹正虎视眈眈 它随时能取走我的小命 我试着向前探头 但连接的绑带就会绷紧 还是无法看到双腿 我高度保持着注意力 随时准备发动穿模技能 这种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消耗让我发狂 突然砰的一声我右手炸弹爆炸 它果然没有一点事先征兆 还好我及时发动了穿模 可突然接我左手红灯亮起 还好还好 两只手都在 目前我还做不到将注意力集中在脖子双腿三个位置 我希望它趁我紧绷神经室赶紧爆 这样我的生存几率就大一点 不行了 还是无法维持高强度的注意力 这次纯属侥幸 好在刚刚一瞬间我把穿模开起全身 可仅仅是一瞬间全开我已经快力解 我怒了 炸死我吧 来呀 来呀 我的脚 这是血 但血中能看到脖子炸弹的倒影 混蛋 快点炸 血迹干了后我就看不到倒影了 活 活下来了 旺大川 恭喜你通过测试 等我晕倒在地 工作人员慌忙赶来给我止血 再次醒来我看见了微微姐和阿清 谈话得知他们也经历了测试 阿清的测试是拆炸弹 微微姐的测试是单挑钢铁侠 但受伤的却只有我一个 我失去了一条腿 阿清再次摆出高人姿态 目前得知测试我们的是常识会的高层 他们的测试很像在执行救火 你莫装备 说重点 现在的常识会加入门槛很低 只要bug能凑合用就合格 但在起初的常识会 你得是人中龙凤才行 有一本叫做《山海经》的书 其实是一本怪物大剧 但那些怪物其实都是bug 当时的措手每天都要和这些怪物战斗 比如一个叫汉麻的怪物 为了剿灭他常识会成员死伤大半 如果我没猜错 我们还得经历一场实战测试 这时我们身旁一道门突然打开 里边有个人正在等我们 定睛一探赫然是那个小日子午时 阿清 你的没运bug 难道还附带乌鸦嘴技能 钢铁侠在我华下被人捶爆 而打败他的竟是个柔弱女子 他是得到了钢骨bug的女星星 也是我的上司 如今我们被安排跟一个小日子午时生死决斗 而我们的领导却在贵宾厅看着实况直播 诡异的是贵宾厅里 还有个一模一样的小日子午时 白胡子老者介绍说 这位巫师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但这却不是bug的能力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新科技成果 决斗场中鬼灭对我们发动了攻击 刚到面前他就消失不见 幸好我及时开启穿膜 刀从我的身体穿了过去 鬼灭的能力是吊针 他可以精妙地控制自己一瞬间的动作化为虚无 我们的攻击一次都没有打中他 当他再次突然出现 一只剑射中他的面具 注意看他的脚 他一动前脚会有洞口 鬼灭朝着阿庆俯冲而去 但薇薇姐的斩机还是砍空了 删改阿庆第一个下线 见阿庆倒地薇薇姐主动发起攻击 但结果还是一样没有砍中 我惊呆了 薇薇姐竟然砍中了鬼灭 吊针等于消失 当他要砍我时 就不能吊针 所以我选择了跟他换上 这场试炼的目标是打开那把锁 那鬼灭脖子上的钥匙 就由我来抢吧 先把全身穿膜开启 抢到了 身体要保持穿膜防止被那臭武士砍 但开锁的手可不能开穿膜 糟糕 穿膜bug不能穿过人体 砍我 大姐 我开着穿膜呢 但我身后的鬼面也同时开启了吊针 薇薇姐有铁骨bug 骨头不会被砍伤 但他此时已经明显失血过多 就这吗 你的拳头比大力女星星可差多 我一天可以用脸接他一百拳 不叫武德 注意看他的脚 他一动前脚会有动力 在我身后 滚蛋 又掉针 当他的刀刺入我的时候 我上半身已经开启了穿膜 而他竟一动不动步把刀抽出 我只能继续保持穿膜状态 但我已经到极限了 这时薇薇姐用最后的力气砍向鬼面 但被他俯身躲过 然后那把刀被鬼面抽出 无力保持穿膜的我还是被刺穿内脏 薇薇姐也力竭倒地 贵宾厅里抑郁妹吃惊地说 他们输了 星哥说 这可不一定 没错 怎么能认输 我天生一对的薇薇姐被你打成这样 还有等着我回家的熊猫妹 我怎么能输 贵宾厅里显示器一阵闪烁 等他们再次看到画面 鬼面已经消失 我们赢了 薇薇姐拿着我递给她的钥匙 挺住大川 只要我把门打开 我们就通关了 但门外的景象 却把薇薇姐震惊地说不出话来